今天是2020年的1月2号 现在我们您拍一下这个 好 这个讲的是在南极 一个摄影师看到的一个海报 游向他 然后就钓了那个企鹅 钓给他 他还不知道干什么 也没接受 联系之前这样 我们看一下他到底在干什么 一般来说 人家 团团的体系干什么 是在冰上面 南极的冰上面 拍那些爬到冰上的海报 和上面的企鹅 现在怪了 奇怪了 奇怪了 摄影师跑到水下去了 然后 海报 全在水下 为什么 兵不见了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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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点一点 把南极那边的冰了 白色的冰儿 ging到 融化掉了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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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豹比较懒 竟然躺在一个物体上面 哪怕冰上躺在上面休息 其个也是 他们那些物种 不适合长期在水里边游 那个人也不适合长时间在水里边游 现在那个海豹看着很奇怪 人怎么也掉到海底来了 怎么掉到海底了 他觉得这个人好可怜 觉得好可怜 现在那个海豹来安慰这个人 来安慰这个人 不要紧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掉在海底 你看我也掉在海底了 那个启车也掉在海底了 你不要哭啊 你不要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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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掉在海底不要紧 我也掉在海底了 他也掉在海底了 你也掉在海底了 所以你不要哭 你不要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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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来这个海豹是来安慰这个人 安慰这个人 他以为这个摄影师不小心掉到海里了 没地方去了 掉到海里了 所以他觉得这人掉到海里肯定是很伤心的 所以这个海拨 想想他曾经在冰面上也没地方去了 不见冰了 然后他掉到海里了 其他也掉到海里了 反正大家一起掉到海里了 同时天涯地弄人 你不要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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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正我们也一样 我们也没哭 你也不要哭 我们也没哭 你也不要哭 然后又看到那个太阳 还有碧云的关系强烈 回来都照下来 这个很难解 越来越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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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不遗心的话 如果赶紧不把那个地球离太阳连挪远一点的话 难解 整个难解都会消失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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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时刻 那个时刻 会更常见的看到 那个海豹 向神啊 来安慰啊 哎呀 你掉到水里了 我们也掉到水里了 还送个机会出来 你看他也掉到水里了 大家都掉到水里了 是说的表达这个意思啊 不是给他吃的啊 是安慰他的 表示大家都掉到水里了 好 再见啊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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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